Hello 星期一到了 我回到香港了 現在等聽眾朋友進來 知道我們開始了 我會把我們的影片分享到其餘的我自己的項目 以及生同感受 人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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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啦 人仔 我們今天的題目 都是會講麥倫的 因為之前所說的 其實是整個Q4 就是我們的Season 4 秋冬 這次的題目 都是會講一些 其實伏線都復了不短時間 復了很久 說我們會講麥倫 大家都聽過麥倫 但可能還是相當模糊的概念 因為始終未有系統去說 Hello 梁慶天 Hello Hello 你好 Sacree Gong Hello 我們這次就叫做有系統去說 Hi Zoe Hello 叫做有系統去說 但其實 我的系統大家都知道是很災難的 都是東一塊西一塊的 儘量Hi Benny 首先 我想了很久 我想怎樣說麥倫給大家聽 因為這個概念對我和姐姐寶丁來說 根本就是我們每天的談論 每天都一直說這件事 不斷地說的 我們笑他吸肺 不 跟著他笑我吸膠 不 反過來 我笑他吸膠 他就笑我吸肺 OK 但是呢 一般人如果不知道 是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OK 其實麥倫是做什麼呢 麥倫又在哪裡呢 我有個同事很笑的 她說她老公就說 蛤 能量 龜波氣功啊 BOO 這樣 對的 大部分的香港人都處於這個狀態 就是微心倫有待開發的狀態 我們有個朋友就是 微心倫主宰的 她就是專門會吸收這一種 我們叫做世俗L OK 世俗L就是 會飲 會食 會去旅行 會玩 紅酒 什麼好喝 什麼貴 哪個手袋 什麼款式 跟著哪個設計 第幾季出的 哪個出先哪個出口 這個可能很有 像電腦一樣很厲害的 很多做時裝的人是這樣的 但是當你跟她說任何靈性的東西的時候 她可能只會當作一種減壓的東西 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你身邊多不多這些人 OK 那我就想完一陣子 我想了 我怎麼開始說好呢 其實麥倫呢 大家聽我說得多 是說七個 是不是 聽我說七個多 但她說不是我上我的店 你不是七個 你那裡還有什麼 有個Beauty 有個Earth 這一個容許我給大家一點解釋 OK 因為這個題目太大了 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從何入手 其實是結束的 OK 因為 你要怎樣說才行 如果你照書這樣說 你會很悶 如果照書這樣說 大家都不用聽我說 對吧 外面有很多版本 你想要網上網上檢查都可以 包括有些人很好笑的 就是網上檢查 就是在問卷 Hello Devin 很久沒見你 OK 其實你是不能上網上檢查 這一個我覺得 我最先可以說的 為什麼不行 他那種問卷 他問你 就是 你會不會常常的朝草不安 你會不會常常人擔心 你會不會有人睡不到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知道 為什麼 我說不是最準 第一 麥倫是和光有關的 OK 所以 為什麼水晶會幫到麥倫 是因為水晶是光的接著 OK 而它釋放那個頻率的光 能夠被你的麥倫所吸收 大家聽我的節目都知道 水晶杯 水晶杯 哎呀好神奇 為什麼呢 這杯呢 其實我在雪櫃裡面有 但我裝了奶茶 所以大家看不到 這個杯子 是玻璃的 上下不受過 但裡面有個膽圓拱形 OK 那圓拱形裡面 就裝了很多水晶 因為有些水分在裡面 那 為什麼放這些水 裝進去 它明明 水是隔著了膽 那為什麼 可以令到那些水 pH值又會變了 甚至那個 礦物的結晶都會不同了 這個就是 我同事的老公 哇 歸波起工 這個範疇 真的是能量學 但是 你說 咦 純能量 就是純V混混混 但是 咦 但不是啊 你檢查到PH值又不同了 你檢查到 它那個 礦物結構又不同了 是啊 那 這個不是就這樣說 是德國有LAP 做了出來 那個 出來的 就是 圖片 有顯示 數值是不同了 那PH值 你自己檢查都可以的 是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啊 你怎麼解釋呢 因為其實它已經是物理 超越 能量層面 其實 往往 好像我和你現在說的 大家都是粒子 來的 然後如果你真的 看得最小 beyond上帝粒子 其實 沒有什麼 沒有東西 OK 原來大家 如果在一個 數學的角度 就是物理學的角度 大家就是 震盪的粒子 只不過大家的排列不同 你的排列和我的排列不同 所以大家看到大家的形態不同 你和一張桌子 其實都是粒子 你和貓貓都是粒子 Travel 你是想逛街 你和媽媽婆婆 OK 但是 你說我和那張桌子 怎麼一樣 它是木 或者不鏽鋼 但我是人 但是在整個天 如果你真的把大大粒 一路拆細去看 其實大家 都只不過是粒子 OK 而我剛才所說 你查到最小最小去看 其實它都是虛無 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 Travel 看起來 走開了 OK 就是什麼呢 其實你看到盡 就是佛家所說 其實 所有的都是戒空 一切戒空 原來是沒有的 原來只不過是我眼中顯化了一個你 你眼中顯化了一個我 這個世界是我們的program 我知道 如果是科學的人 會覺得這件事很瘋 但是其實有不同的科學家 針對佛家所說的這種概念 其實他們有說過 例如愛因斯坦 他有說過 其實是 他最接受 他覺得最合理的 是佛家的說法 我只不過是把它套用 我不是要你們 真的學佛 我不是 我只不過是告訴他們 其實你和我不外乎是粒子 而水當然也是粒子 所以水能接觸到水晶 為什麼會產生變化 而不是能接觸到磁氣 會產生變化 其實你想回頭很簡單 就是水的生長環境 從來都是有礦石的 大家可能喜歡叫水晶 我們喜歡這個叫做水晶 這個又叫做水晶 這些你又叫做水晶 但其實水晶是礦石家族裡面其中一種 叫石英 但其實有很多種礦石 中醫有用石頭 用藥的 藏醫更加用得多 為什麼 因為西藏高地 他們接觸到礦物質 例如海產非常之少 所以發展出一些病 是跟礦物質的有關 例如人們跑馬拉松 他們會帶些什麼 鹽丸在身上 運動飲品 經常說要補充電解質 大家不用浪費 自己煮骨湯可以 如果自己不想煮 小店有得代勞 但無論如何 其實水的生長 不論在海裡 或是在高山 或是在低谷 或是在地底 它一直以來 都是跟礦石共生 水是在石頭裡面 它們兩個一直都是 媽媽和小朋友的關係 所以你強行把水 從水源帶走之後 其實它變成沒有生命的狀態 如果你覺得 水脫離了原生的環境 它變成沒有生命 我還要把它裝在膠瓶上 這就解釋了 為何當年江本聖博士 拿普通的自來水 然後震尾了切片 一看顯微鏡 就是看到 這樣攤開了 很噁心的 但是當你發覺 你跟它說一些好的話 或者環境 它看到一些美好的東西 一些是美好的 象徵美好的東西 例如你跟它說 我愛你 多謝你 感激你 你很美 如是等等 這些好的字眼 為什麼水會產生變化呢 這個就跌下去 是震盪療法 就是震盪療法 震盪療法是另一個主題 但這個主題更加大 因為默輪 礦石 推拿 針灸 針灸 療法 你能說得出的 總之除了 allopathic medicine 西醫之外 其實都跌下去這個範疇 但是的確 不論是江本聖博士 還是德國的研究所 還是你自己用PHC指去試 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水有記憶 因為 如果你可以說 萬物有靈 當水見回礦石 就像一個孤兒遇到自己媽媽一樣 那種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想 把水放在膠瓶裡 膠瓶不是水生長環境遇到的物質 膠是 它不懂的東西 你把石頭給它 就算你說中國也好 譬如中國、日本也有 用麥飯石、木乳石 用這些石頭 都說到對水有多少好處 這些水有它的好處 但是如果你要針對麥麟的時候 就會用不同的石 都是那句 不知道什麼叫麥麟 現在會說 如果你想深一層 我把水放在杯裡 它遇到石頭 它就會有變化 而江本聖博士做了這麼多年的實驗 發覺原來水受到外界的影響 那你就知道為何佛教 多年來會用大杯水 對著杯水念大杯咒 或者是藥師咒 幫人治病 幫人身體變好 Hello Jolly Hello 就是因為水會受到外界的環境影響 這裏大家都可能說 我聽過你說過 但是 深水清的 你想深一層 你的身體 承載著七成都是水分 那你覺得你身體裡面的七成的水分 包括血液、淋巴液、腦漿、愚視等等 你覺得這些液體會不會是不受外界影響呢 例如你看新聞 看到最近香港發生的事 例如你看的不論是不同的平台 看到的消息、書還是Facebook 或者聽的音樂各方面 你的身體那七成都是會受它影響的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宗教一直以來都叫大家要傳正念 要有好的想法 要有好的說話 原因在這裏 當然當日的他們沒有拿一些科學實證出來跟你說 其實當你想一個害人的念頭的時候 在這件事未達成事實去害到對方之前 你首先害了你身體裡面的七成的水分 你身體的七成的水分已經因而 那個結構變差 本來是漂亮的雪花變差 譬如你去到聖堂的地方 聽他們唱聖詩 或者你去到日本的禅宗寺廟 你會覺得很舒服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你身體裡面的七成的水分 Truffle在後面 這一個是死胖子 好可愛的小子 就是你身體裡面的七成的水分 OK 它裡面的排列全部都漂亮了 OK 那你身體需要的就是愛和光明 即如現在香港需要都是愛與光明 所以我經常都說 OK 我之前有幾集節目特地有說過 就是說 你面對著現在的新聞 我不理你黃還是藍 OK 不要緊要 因為不是一個政治節目 我不說這些藍 OK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 你看到現在香港變差 香港的情況不理想 不論是哪個立場 不要緊要 你可以放在香港的區域 然後你可以點一些蠟燭圍著它 然後你喜歡唱 就是讓榮光歸香港也行 你喜歡唱 就是這個聖詩也行 你喜歡念南無阿彌陀佛 或者阿曼彌陀佛 或者阿曼彌陀佛 都沒有所謂 足夠代表的 象徵的是光明 而你唱或者你念的 那一個代表的是愛 所以就是我們為了香港 我不理你覺得現在香港很差 然後又糟糕了 你可以做這些事情 你做這些事情 你不需要是 下街 如果你是男人 你不需要下街撕別人的連儂牆 或者你不要打人 不要做這些事情 你就這樣在香港的區域上面 點蠟燭 唸唸唸唸唸唸唸 淨化計劃 你不就當是 什麼 淨化什麼 你做了一段時間就會知道 在那邊壯大了 是嗎 那大家用幾顆蠟燭 我有說過 你可以三五七十一二十一 總之 越多的光明越好 大家為了我們的香港 做一些這些事情 做過程都會覺得相當之平靜 還有 都是記住那句 零極限 裡面所說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你所感受到 見到的世間的一切 其實你是有責任 是你的責任 不是說你是 就是你 蓄勢 這件事發生 或者是因為你 而這件事變成這樣 並不是 但是你有能力 你有責任去改變 那如果你說 我是一個 老婆 我假設你是黃絲 你是一個老婆 你有小朋友 或者你年紀大 你跑不動 你覺得現在很過份 但是你沒有辦法在前線 勇武抗爭 不要緊 那你就在自己家裡 點個蠟燭 OK 然後你可能 放一些意識的照片 一些手足的照片 跟著 根據你的宗教 你去為他們念 為他們祝福 OK 這些是大家都可以在家裡做的事 那一個是為了我們身外的香港 為我們前線的手足 或者為了你覺得 現在你要支持黑警 對不起 支持警察 這是一個 Frodean slip 就是一個 又不知中文叫什麼 就是一個 吐了出來 如果你覺得 我香港警察 我支持你 你打死了蟑螂 如果你覺得是這樣的 不要緊 那你就 就是做香港警察的照片 或者是那個 蜜頭 OK 放在圖上 然後你怎麼合作 或者大家都笑了 然後 不斷地祝福他們 OK 給他們多點能量 不要緊 因為 光明是驅除黑暗的 而 殘暴的 對立面 就是 愛與慈悲 所以 就算你沒有任何宗教 你說你不想念聖母經 天主經 然後 你又不是佛教 你什麼都不是 不要緊 你不就念 那個 我們叫做靈教 行一四句 對不起 原諒我 我愛你 多謝你 OK 英文就是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Thank you I love you Rosey啊你為什麼嘔 哎呦 嘔嘔 貓是會嘔的 因為 拿出帽子 OK 好嗎 其實就是 說回麥倫 其實我們的身體有 不止七個 麥倫 是有十二個 大部分人都是 古印度就說是七個 但其實現在普遍大家都認同是有十二個 都是那句 想過來我們的小店 就知道其實是怎麼回事 因為有一個叫Earth Star Chakra 我們簡稱叫Earth Chakra 就是在腳板底 OK 就是你兩隻腳板 這些位置 你看到現在的人很喜歡貼那些 竹貼的 是不是 就說貼完一晚 翌日睡醒 竹貼就濕透了 這樣就覺得 哇 貼完一晚很好啊 排毒啊 這樣 其實那個概念是對的 就是排毒 是真的在腳上排的 然後又說人老腳才衰 是不是 然後腳底有很多的穴位 是反射身體不同的器官 但是我想值得大家說 其實你不需要貼那些竹貼 你可以省錢 因為第一它很不環保 裡面有碳 還有那些紙 還有膠 其實你想幫助身體排卻 有很多方法 OK 例如我們浸熱水 那熱水我們可以用什麼 加進去 我們可以加醋 你說我需要用蘋果醋 或者什麼椰子醋 不用了 那些你留來喝了它 你平時浸腳那些可以用很普通 很便宜的白醋都可以 OK 又或者如果你家裡有 Epsom salt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或者粗鹽 海鹽 天然的 可以放進去 不用放很多 不用半茶匙 一湯匙 或者一斤 少許就可以了 如果喜歡用精油 可以加少許精油 就浸腳 這一個 是促進血液循環 對身體也好 如果有時間便做一下 好了 然後 有一個概念 就是Earth Chakra 大地倫 中文譯為大地倫 大地倫 其實在我們的腳底 就是排毒的 真的 它排毒的是什麼 就是你身體不要的東西 OK 還有就是能量上不要的東西 還有情緒上不要的東西 在這三個層面 虛不了靈性層面 對不起 但是這三個層面不要的東西 是透過大地倫排走的 就是腳底排走 如果有些人知道她有抑鬱症 或者她有焦慮症 其實現在一個很好的指示 就是其實她的大地倫是阻塞的 OK 譬如我或者女生 可能她的子宮有個色柳 有巧克力柳 水狼 又或者她胃那裡有個問題 如是等等 甚至有癌症 其實有一個做法很簡單 就是 我們有個滑滑的 Sorry 我沒有那個Item 但有一個滑滑的 你看到裡面全部都是黑色的石 包括滑滑的珠珠都是黑色的 因為大地倫呢 其實就像鼻雷針一樣 就是你看到 雷一砍下來 那個雷多大都不要緊 那個鼻雷針會 一會引導到大地 大地就會幫你處理了 消化了 所以我們是要守護著我們的大地倫 確保我們的Earth Chakra 大地倫是通了 OK 那你說 好地地我為什麼會不通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大家現在住在高樓大廈 你對上一次踩草地是什麼時候 你對上一次踩石地、泥地是什麼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遠離大自然 所以去行山 去行沙灘 去維園行石春地 雖然它是打磨得很滑正 不要緊的 起碼它的物料是天然的 踩石春 所以有些人就說 譬如說 現在在日本 我自己也是 我去到後 我俗稱是回鄉下 我都一定會去做岩盆肉 就是 那些石的 像床一樣 或者有些人就這樣鋪散了石 是天然的石 可能會用肉石 會用麥飯石 玄米石 很多不同的石 就這樣鋪在這裡 熱的 下面有發熱的 然後就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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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達沙一樣 兩邊的 這樣 你會發覺出一身 看人很舒服的 你看到一些大牌子 不說別人的牌子名 就是出一些 肉石的床 紫石的床 然後 託馬林 紫晶的床 其實這個是做什麼 就是幫助你的身體 增加肚子的元素 我們的身體裡面 除了墨鱗之外 還有地水火風 其實 聽到我很亂 不要緊 我會慢慢說 我都說 我現在準備幾個月的時間 開一個大題目 跟大家說 都是那句 生童會不會說會 當有些新的資訊 出來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分享 新的資訊 但我會不會再說 生童不能吃什麼 生童要吃什麼 那些 其實不會 因為已經說完了 例如說 公仔麵吃不吃 當然不能吃 南瓜吃不吃 都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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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其實都說完了 所以 就是 我們 現在我們的多角度 去包圍 去講健康 健康如果真的 吃藥打針 就可以 保存到 就可以解決到疾病 那就不會有慢性病 你看到慢性病的人 都是有吃藥的 但是為什麼病都還沒有痊癒 是因為其實身體無病 不單單 只是肉身 在物理層面這麼簡單 它有情緒 有能量 還有有靈性層面 我們說回 那個大地輪 就是 Earth Star Chakra 其實就是我們的身體 鼻雷針 它幫你的身體帶走 但是 都是那句 如果你不去行石地 泥地 草地 你覺得你的大地輪 如何和大地連結 兒子 女兒 你明白嗎 所以 如果你身邊家裡有人 身體很不舒服的話 多點陪他去行山 和他去行圍園 那個石地 甚至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以買 有沒有一些 行路 以前不是很流行的 那些一粒粒的 都是膠的 如果有真的石地做就完美了 你走去行走 那些真的會對身體好 因為幫他啟動 他的大地輪 令到他的身體 可以將不要的東西 透過大地輪排走 所以我剛才所說 如果你知道那個人 他有瘋癌症 有焦慮症 經常轉牛角尖 即是他的大地輪 是沒有生效的 即是沒有生效的 OK 那你可以 不需要令到他 怎麼說 有警戒 或者有防備心 或者是降起 你跟他說 不如去行山 他說已經那麼辛苦 那就走得舒服一點 我們上山頂走個圈 或者說 我們去大潭水堂 你會發覺 你解釋不了 但是為什麼 你會在一個大自然的環境裡面 你真的會心旷神移呢 其實就是 大地的力量 土的元素 因為土 是力量的所在 你想想 地球上面這麼多東西 這麼重 它都承載到的 無論上面有多少的 戰亂 飢荒 不幸 不公義 什麼都好 它都承載到的 無論我們怎樣 地球也好 它一樣 對我們 充滿愛 和關懷 它照樣 不斷地生物出來 給你們 不斷地挖到寶藏 礦石 鑽石 石油 天然氣 是取之不揭 用之不盡的 對 就算今時今日 你不斷地開肯樹林 森林 也好 但你只要再種的話 大地之母 一樣會給你 你一定會生出新的樹 所以大地的力量是非常之大 我們的身體裡面 土原素 大地 地水火風空 我們的地元素 身體裡面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骨頭 關節 肌肉 筋膜 所以如果你這些是不好的 例如 這些位置很冤 很痛 很不舒服 那你就真的要增加你的地元素 加強你的地元素 那這個 是跟什麼默輪有關呢 跟底輪有關 OK 那可能講到這裡 大家就會招頭 喂 那你有一時有地吹火風空 一時有七個默輪 十二個默輪 不要緊 因為我們的身體 能量網絡是相當複雜的 但還是那一句 接下來幾個月時間 慢慢跟大家講 簡單來說 其實金木水火土 即中醫的五行概念 是存在的 是一個framework 然後中醫所講的經絡和月位 都是真實存在的 可以測試到 你測試到那些位置 例如是月位的話 你測試到它那個叫做電磁波 是跟其他部位不同的 其實它不是血管 這樣運載血液 但它運載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能量 就是電磁波 中國人所講的氣 或者叫做prana 這些字眼 或者鬼都叫做vital life force 不要覺得這是亞洲的觀念 只有中國人有癡 然後印度人說prana 其實西方人說prana 就是vital life force 而今時今日 將麥麟 是印度人 將經絡發揚光大的是西方社會 包括薩滿都是 比如這個月位 大家看到這條叫鎖骨 我瘦一點會角一點 但最近不是很瘦 大家圓著鎖骨 到頭這裡 兩個圓圓圓圓的 波波 波波的臉頸 波波在底下 波波在下面 這個位置 你用力按一下它 是圓圓的 是圓圓的 這個Devin一定很清楚 這個位置是圓圓的 這個位置 我之前教過大家 做tapping的時候 都有提過 這個位置 不是這樣 我經常跟客人做 面對面健康諮詢的時候 他們都很勢力這樣 不是啊 我會拿我的關節位 手指 骨位 聽到嗎 我是很大力地按下去的 這個 你問我它中國 叫什麼名字 中文名字 這個月位叫什麼名字 我是完全說不出的 但是這個叫什麼名字 叫做K27 K27 你見不見我已經紅了 已經立刻了 這個K27 K27是什麼呢 就是Kidney Meridian 的第27個月位 就是神經 第27個月位 順分次序 你就知道 它的頭在哪兒 尾在哪兒 所以西方可以把儒家 麥倫 薩滿 經絡 經絡 月位 可以發揚光 但是比它自己的中主角 它本身的發明 會做得更好 因為它是真的 很固定的 可以將事情做到 OK Dephan Dephan 是不是很熟悉呢 K27 卡過不少字了 是不是 OK OK 我自己去印度學過儒家 我發現 果然是很不固定的 反而你跟鬼佬導師 他會將它全部系統化 OK 這個K27 我可以跟大家說 譬如如果你 發覺 這個人 是很累 而且隨著那個時間 即是你說 我睡覺已經累 然後我一路隨著 一路到下午 我越來越累 然後 這些時候 其實如果你是見我 做訪問 我會跟你做一些測試 去檢查你 誰經絡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不是見我 不要緊 你自己在家裡 你可以試一下 你向前走 OK 再試一下向後走 OK 然後你發覺 咦 這個感覺很有趣 突然之下 你向後走 你發覺人家是新鮮的 OK 然後你再試一下 坐下 你再試一下 Tap一下這個位 OK Tap一會 不是三兩下 Tap起碼一分鐘 Tap Tap 敲打它 大力的 OK 看不見 之後 你試一下再向前走 咦 你的感受不同了 為什麼 因為當你的身體 OK 太累的時候 即我們俗稱 在能量上被五馬分屍的時候 OK 你的經絡其實會逆轉 沒有什麼人會跟你說這件事 是的 但是它是會逆轉 即是倒轉走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說你測試的方法很簡單 向前走 再向後走 OK 給了機會它解決 因為人正常不會向後走 OK 人正常是站在那裡的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的宗教儀式 都要向前拜呢 例如做瑜伽 拜日式不斷向前摺 為什麼向前摺這麼重要呢 我之前有說過 其實跟《易經》裡面所說的 水火記制是有關的 因為人類是唯一一個 火在上面 水在下面 即是心臟在神上面 OK 如果調轉的話 就是火去煲水 水揮發了下去 滋養神 明白嗎 然後再煲 是一個很漂亮的循環 但是偏偏人不是這樣 所以你發覺你腰痛的時候 你向前摺 我自己是 如果我腰痛的時候 你向前摺 你會發覺腰會得到舒緩 因為腰痛中醫角度 是什麼有關 就是腎 腎音不足 所以你一向前摺的時候 那個虛耗少了 它有個揮法 它做了一個倒流效果的時候 那你就損耗少了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嗎 當然 肉身層面就是向前摺 你把你大腿後面那條叫做 拉鬆了 不扯著你的盆骨 你上面就不會拉得那麼緊 所以為什麼健康 我經常都說 不是單一一個角度 就是吃藥 打針 做手術 這些你可以做 沒有問題 你要找回你的誓 而我不是這個範疇的 我經常都說 為什麼我選擇要讀這麼多東西 而不是就這樣讀一個醫就算 我很相信我媽媽很想我做醫生 因為她小時候已經推薦我做醫生 但是我說大哥不好 我看到血就這樣 但是我覺得 因為 就算我不怕血都好 這個世界不缺少醫生 但是缺少療癒者 所以為什麼我會 中西 印度 各方面不同的 學術派系 我都會學的原因 然後我希望 我有能力 有生之年 可以把它融會貫通 幫到大家 因為 如果你不介意 我拿你做例子 OK 例如Devin之前 他睡得不太好 那 他跟我聊天 我不是叫他 你吃藥 那當然我不可以叫人吃藥 那如果Devin是去找了一個西醫的話 那西醫應該就是 開了安眠藥給他吃 OK 但是你也知道 吃安眠藥 長此以往的話 是對老神經有很大的破壞 OK 這一個 我自己是 是當事人 謝謝Devin 但我不會講詳細的 別擔心 而那次我跟Devin 我是怎樣做的 就是 我不需要他講詳細給我聽 但是我就說 你想起 你什麼時候開始失眠 還有這件事 跟什麼有關 然後可以 你保持住 你不用講給我聽 就是 不是好像去看心理醫生 或者做催眠 什麼秘密都沒有了 不要緊的 如果你不想講 你可以不講 那你只要想著那件事 就可以了 你的身體就會勾起這件事的 Cellular memory 就是細胞記憶 然後我們就拍打相對應的 那些月位 OK 然後把這個細胞記憶 釋放了出來 我經常都說 其實一件事發生了多久 其實沒有關係的 你今時今日訪問一些異戰的時候的老兵 他一樣熱淚盈康的 你看的 Documentary都見不少了 是不是 那如果你問一些 譬如那時候 舉例 好像 不是一個開心的歷史 譬如慧安符 你問他們 他們還在哭 可能已經90歲了 難道這件事不是很久以前嗎 是很久以前 但是 因為那件事的能量印記還在 他可能身體已經癒合了 但是那個情緒的產生被困在經絡裡面 你一直都沒有處理 他一直都在 那好了 他處處在經絡裡面 經絡記住 是樹枝 他對下會影響月位 他對上會影響麥倫 麥倫才是真正的樹幹 OK 你當我們的七麥倫是樹幹 我們的大地倫就是我們的樹根 扎根我們在一個大地 吸取大地的能量 OK 所以你的人離地 是很荒謬的 明白嗎 那次我和Devin就是 你打算這件事 我和你拍打 拍打 拍打完 釋放了 身體困住了的 這個壓抑和這個能量印記 之後他回到他就能夠睡覺 當然他現在很乖 他也有把蠟燭 看蠟燭也是一個很好的清理方法 我們不是每次都要去滿足我們的貪念 就是不斷地吃花膠好 吃燕窩好 不是他們不好 但你嘗試便秘三個星期 我看你還有沒有心機吃燕窩和花膠 你吃龍肉都沒有用 你先去廁所 OK 所以我們要著重於清理 正如我一開始兩年多之前 我和大家講生酮 其實生酮是什麼呢 清理了身體不需要的過多的糖分 是不是 情緒上也是 清理了你積壓了的情緒 例如為什麼以前 不是現今 以前的人回家臨睡 他會祈禱 他會懺悔 其實就是一種清理 每一個星期 找神父告解一次 就是清理 是不是 現在你對上一次做是什麼時候 你自己問自己 OK 然後你不開心 你做什麼 購物 那你開心有購物 不開心有購物 那你有沒有處理到你的不開心 明白嗎 OK 你小時候有些童年陰影 你怎麼處理這件事 他的情緒已經產生了 他困在你身體裡 你釋放了他的味 如果沒有的話 他會爆出來 我有很多例子可以說 能量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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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能量層是支援著你的身體 你的器官如果沒有能量去支援它 發生什麼事 那不就好像 我經常都說 你雪櫃經常跳表屎 那些東西吃 又冷又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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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冰溶雪 結冰溶雪 就會壞 去到最後 靈性層面 你世界 你所見到 感受到的一切 包括你的煩惱 你的痛苦 你的快樂 所有東西 其實在你的program 裡面 一般人就說 在你的命裡面 命裡有時 終須有 這條命 其實是一個program 來的 如果你不在你的program 上著手的話 對不起 那其實 你怎麼改外在的東西 等於 我不斷地擦鏡 擦鏡 我擦鏡 我擦鏡 我都不會漂亮 如果我的臉 本身是髒的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 外間所發生的 所有事情 其實 是魚勾 一邊在那裡 一邊在那裡 你心裡 有沒有那條魚 你就會不會想釣 明白嗎 你如果沒有那條魚 你就不會想釣 但如果你有個悉心 有個美女 走過 你就中了一招 你可能會變成十一哥 明白嗎 但如果你 心如止水 是孔夫子所說的 老男子 多漂亮的女子 走過 你都不為所動 那你會不會 十一被人拿著 不會 明白嗎 所以其實 我們要處理的是我們自己 我們感受到的世界 不論是怎樣都好 譬如有些人 很萌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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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完全沒有辦法變通 小小的東西 只要不是高他的方法 不是他想要的方法 他都已經接受不到 然後他會瘋 接受不到真事物 這些人 其實是生殖倫 生殖倫閉塞 例如我上一集所說的 那位姓張的朋友 他真的不用太煩惱 錢 而他想有的東西 都能夠成真的 就是心能開 他可以顯化到一些東西出來 要就有了 你明白嗎 manifestation law of attraction 吸引力法則 為什麼有些人會活動 吸引力法則 你的心靈開不開 你心靈的力量大不大 好嗎 我們下一集 我們很乖地說 麥倫麥和麥倫 如果這幾天 大家想檢查麥倫的話 當然你照著 我們小店也可以 如果你想找到 啫喱寶甸 他會罵我 我會出賣 但他真的是最熟悉的 你明白嗎 如果你真的想找他 幫你檢查 你便發席 917-2922 你請求他 因為 普天下之間 我相信最熟麥倫的 不是我就是他的 至少在香港 好嗎 最後就是 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大地輪 腳本底的大地輪 大家為了環保 OK 你要和 MOTHER EARTH 為什麼我們叫做MOTHER EARTH 大自然母親 大地母親 因為他就是 孕育整個人類 這麼多年來 你對他好 好嗎 我們環保 好嗎 我這條飲館 我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 OK 不斷地洗 不斷地用 好了 其實你不要再黏 竹貼了 大家聽我說 如果還有的話 可以你用不要緊 但之後 其實我剛才不是說 我有一個滾滾的 你滾腳板 嵌分 滾腳板 穿襪仔 記住穿襪仔 因為它是油來的 真的會滑 如果你不穿襪 你晚上起床 便會滑 你會滑 所以我晚上也是這樣的 我滾了油 穿襪 如果我有個地方不舒服 例如我頸頸 薄疼 又或者你那裡有個 子宮肌瘤 那裡有個腫瘤細胞 或者什麼 你滾在那個位置 那它是一個鼻雷針效果 就是它將你不要的東西 帶走 不要的東西帶走 那譬如我舉例 我這裡冤 我這裡沒有東西 那我塗了這裡 我再塗兩個腳底 明白我的意思 OK 這就是你鼻雷針的效果 OK 如果你是疾瘋的話 那我滾在哪裡 很簡單的 滾均勻 如果可以的話 皮膚不敏感 可以滾在額頭 這個位置 OK 然後再滾腳底 可以嗎 OK 大家照顧好自己 我是一個真人人板 我不是說 很漂亮 我皮膚很好 不是 但是 我可以拿回我自己幾年前 就是三十歲頭的照片 給大家看 是比現在還差的 我健康以前是差很多的 我生活了之後 我健康是好很多的 而且我現在是沒有化妝的 OK 那我也不怕 我走過來 很近地給你們看也不怕 我平時在店裡 我也沒有化妝 就是我照給你們看 你一樣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雀斑 你會看到 眉絲血管 看到嗎 一樣看到 我沒有什麼隱藏 我覺得真是坦蕩蕩蕩 生肚活不活 你看我 我由一個大媽的狀態 很噁心的照片 我都發出來了 OK 然後 我現在 好像是 有疫靈 OK 就是年輕的時候 我有沒有打什麼BOTOX 沒有的 我笑起來上來都 都有雜的 OK 沒有打這些東西 透明質酸什麼都沒有做 你只要吃夠油 你喝骨湯 你真的生肚的話 你皮膚就會好 然後 我覺得 你知道女生 其實除了皮膚好之外 都要氣息好 是不是 那 挺好啊 我覺得 我不化妝外出都不是太嚇人 起碼 不化妝上鏡 我不怕 我以前一定不行 我現在不行 我以前 很久以前 在大班 正經看 那裡 哎呀 不小心 我以前在大班 那裡 D100 開麥克風的時候 我一定要化妝 但我現在 我真的生農了之後 我皮膚好了 我不用化妝 我氣色都好了 不用化妝 我都說 我上的士 沒有化妝 下的士 化完妝 我都說 哇 小姐 差很遠 那時候 我在台灣 真的滾 你明白嗎 喂 我那時候 二十幾歲 頂你 所以 如果想自己皮膚 不知道為什麼 身體無神會 硬了 不用賣線 不用打蝦符 不用做什麼 就真的 生疼 吃對 飲骨湯 骨湯很重要 因為很多抗氧 很多透明質酸 很多礦物質 安基酸 全部都是補皮膚的東西 還有關節 生疼 吃有益的東西 OK 然後 補充益生菌 飲紅雜粉 水黑飛耳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這樣 很簡單的 照顧自己的能量層面 就是這樣 如果有宗教信仰 臨分祈禱 做個懺悔 OK 佛教 有佛教的懺悔方法 天主教 就是祈禱向上帝懺悔 OK Hello Allen 你遲了過來 已經做完了 對了 那就 Yeah 你明白嗎 你要想辦法照顧好自己 因為香港現在 是真的很令人擔心 大家很多人看了新聞 是很不開心 不論政治立場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OK 因為 我們接下來還要好好守護 我們的年輕人 守護香港 OK 好嗎 今天做了差不多五十分鐘 這樣 這樣 對了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儘管留言 我們可以下一集說 好嗎 大家加油 OK 今集都多內容 但是都是每樣說 多一點 希望大家有個 普通的想法 直至我們會逐個 脈輪 逐個能量場 這樣說 OK take good care 如果想約阿仔寶丁 就WhatsApp過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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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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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